接下来这对夫妻 两个人都很想创业 太太想做餐饮 先生想做服饰 但是家里的存款 只够让一个人开店 该怎么办呢 最后丈夫 就先收起了自己的梦想 回到妻子的故乡美农 卖起了客家菜 一开始生意很冷清 最惨淡的时候 就连买菜钱都付不出来 还负债上百万 绝望之际 太太想 不然就试试看做板条吧 但是美农卖板条店价这么多 为了做出特色 他就把老家菜园的蔬果打成汁 做成了缤纷美丽的彩色板条 果然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也终于翻转了困境 对于丈夫最初的支持与成全 做太太的相当的感动和感谢 他说下一次要换她 请全力为老公完成梦想 比方圣试看 好好吃 第二次要换她 民主主都是 或者感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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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起来就是视觉效果很好吃啊 好 嗯 就是眼睛也 试吃 试吃感很好 看起来就很想吃那种感觉 一无味境都想说 我刚才跟我儿子讲说 我多吃一碗好了 我儿子说 明季到了不要吃那么多 从小吃到大的美食人 对反调的嘴很挑剔 但不知阿姨忍不住想再来一碗 用餐时间有目的客人 也都是为了这道彩虹而来 这个是在地的食材 而且它这美农一世期 有个淡淡的芋头香 全台湾的板调也只有我们用 用美农一世期 而且它是蓬莱米 不然其他板调是用什么 再来米 在客家庄卖板调 没什么稀奇 钟晴亭却选了一条 异常艰难的路 用处方法 等下你邀请练打 我有一天在看我爸在种菜 吃不完 然后就把它丢掉 因为送人没有 因为每家都有种 我在脱口就跟我爸说 这个好浪费 然后加上板调已经变绿色 包到一辈子很好吃 我爸就说 你把你的生意顾好好的啦 不要闹了 在自家餐园 替吃了二十年的板调 找到了衣服 连爸爸都以为是天方夜谭 钟晴亭可没在开玩笑 简直像找到宝库 甜菜根的喉 地瓜叶的绿 番茄的菊 也都花的蓝 钟晴亭一向有了调味盘 但要跟板调完美结合 可要先蹬好马步 放铁盘的步骤是最困难的 因为它如果你没有放得平衡的话 你会倾斜的话 有一边厚一边薄 然后蒸好之后呢 你就会吃不起来 如果你真的上手放下去 可以很快去辨别它流向的时候 要一面 小心翼翼的配复 蒸出来也不过一小碗 手工一天能铲出的量 集齐一个小时就做完了 咪咪好小 对 刚开始当然很慌张 怎么可能淡定 是现在才那么淡定 我应该七 哦 九年了 不淡定都不行啊 很多人以为钟晴亭是为了跟大街上的竞争对手 区隔市场才做彩色板调 他笑说没这么有生意头脑 当初是走投无路才孤且一世 美农上百间版条店 然后我们想要卖米食 就是饭类 猪脚饭框肉饭这样子 然后来提供在地的人吃 然后没想到在地的人 其实家家户户都自己种菜 从早上七点多就开门 到晚上七点 然后一天三百吧 营业额是三百块 客人的车子会停在你门口 然后走过去 或是停在我们附近走过去 你就是看着人一直走过去 但是他就是不进来 即便你跑出去请他进来撕咖 他都不要 我觉得那个过程非常非常痛苦跟难 你一直要挂好几分钟 因为如果太用力拉扯它会断掉 然后太慢它也会断掉 挂粮板平日 平日一个小时吧 很急躁 非常急躁 我现在超有耐心 超急 连我自己都很激 他不想跟其他人一样 从工厂拿现成的 天海的量就开始 在厨房花上五六个钟头 做板条跟窗面一样 都很磨人 开餐厅是钟晴亭的梦想 曾希俊当初梭哈积蓄 还欠下三百多万的贷款 连买菜都有困难 我们会跑到市区区下乐福 刷卡吗 因为可以刷卡 因为我们没有现金 就是坐在那里 我到现在都还紧 我觉得是 是一个完全自信心崩溃 就是你完全就 过了好多年 钟晴亭依旧记得 思考要把电收掉的夜晚 不知债务压得喘不过气 乡下紧密的人际关系 也是负担 我爸妈都会被说闲话了 因为回来乡下 因为女儿嘛 嫁出去了然后再回来 然后生意也不好 其实他们我父母 我很感谢我父母 他们背负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我也很感谢我先生 爸爸 只撑不下去 这边二十桌 那看得到吗 看得到 看得到 那你这边是干的板条 汤的板条 一人份这样一碗一碗 还是要板条 对 你们都要干了吗 太太研发碰壁时 先生是最温暖的一套 说什么也要一起 把梦想完成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就是我 就是白天在那边帮忙 然后晚上去打工 去哪里 睡在那边 其实这样子也蛮累的啦 但是就是补贴一些这样子 这个是我大女儿 对啊 很漂亮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就一直很想吃清 要有女儿了 就想说把女儿吃在这里 你想要吃哪里 如果这里的话 可以 但是我如果有多一点钱的话 我希望是整个杯 每天不这样吃 她脸 一对 姐 手机 妈妈看 蛤 让我不换换钱 对啊 很多换钱 没有看到换钱 对啊 哇 好多 好多 看得到 因为她从年轻的时候 就是做服装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存款 只够一个人 先去完成梦想 然后我先生他支持我 就先让我完成我的梦想 然后我也很支持她 如果她有哪一天 她想要再回到服事 我觉得我一定百分之百赞成 机器代工化学色素当道 有100款速成的方法 食材来源依旧是老家的菜园 厂商捧大把银子来到面前 幸好没有迷失自己 先先把自己的东西先布 当然朋友知道了 都觉得很傻 比如说这么好的机会 那你做生意不就要赚钱吗 把钱给你了你还不要这样子 我说是傻啦 如果这样子看起来 但是如果用机器的话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热忱 就是因为是我自己手作 所以我特别珍惜 然后我看到她的颜色很漂亮 我特别开心 所以这反而是我走下去的动力 长过被彻底击溃的滋味 谷底重生才能格外专注 珍惜每天可以忙碌的机会 没有狂风暴雨 哪能看见美丽的彩虹